各位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在这么热的天气里 有活动这么多的一天来到这里 那我是GinnyV的学中团的Isabel 那很开心今天能够举办这个活动 那其实环卫这一集一直是 GinnyV很多参与者很在意关系这一地 那特别是资讯的相关的这个屏幕呢 也有很多专案在做在了解所有的专业 那我们今天请到就是在马祖的名号 然后还有IORG的字号 以及真相制造的作者志兴 那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的人不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比较深入的讨论 先开始我们先请各位讲者 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请林豪先开始 谢谢 好主持人还有现场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叫陈婷豪 那我现在在马祖工作跟服务啦 然后来马祖四五年了 然后前阵子收到杨总理的邀请 请我分享一下这个马祖海底之前就是断亡事件嘛 海底染线断掉事件的一些情况啦 就待会用马祖在地居民的角度分享一下我的 就是我们这边的状况 以及然后海底大概会提一下海底染线断掉的原因啊 然后目前政府大概怎么做 那就我了解就我会讲就我了解部分 但因为我自己不是就是政府部门嘛 我也不是会没有在现政府工作 又不是现政府的人 可能资讯上不一定那么精确 但我会就我收集到资料就跟大家做待会的报告 您跟大家说明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好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地居民的一个小先生 那再来的话这个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好大家好 我是师好 我现在在一个叫做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台湾区的南卫工作 然后我也是去一个工业车断 然后我今天大概要分享一下 我们用我们的资料库 我外语资料库做的台湾资讯环境相关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也有整理了 在俄罗斯钢琴六馆 搞一些欧洲的其他报告 然后想要用欧洲的发生 跟大家来做一个 在你的资料上面做的对照 希望会做一大一个报告 大家好 我是师兄 然后贝神 我以前在报纸当地的 然后刚好两本书跟今天主题有关系 一本的真相提到 第二本是在乌克兰的关于战争的报告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些分享 主要是真的我们在乌克兰那边 然后因为我大概记录了十个月的战事的发展 所以在战争的不同阶段 那入侵者怎么样用资讯的工具 发动各种各样的入侵 那更重要的 我觉得跟GinniBee社群有关 是被入侵的这个国家 大家用什么方法做一个对比或说反抗 那那些他们做的事情可能不一定都很直接的想法 但我觉得都是可以大家打开那个场上空间 接下来可以接入的 那先开始就先请平豪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请平豪谢谢 好 谢谢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先来分享一下马祖之前断网的事件 然后这个断网其实精确一点来说 应该叫做海底电缆断掉 那这个海底电缆 其实是指台湾到马祖之间的海底电缆 简称台马电缆断掉的事件 那它是在2月2号 今年的2月2号跟2月8号 分别断掉 目前台湾跟马祖之间有两条电缆在 在进行这个就是回路这样子 那2月2号2月8号两条断掉 就一个礼拜之内就两条断掉 这个是前所未见的情况 然后一直直到今年的3月31号才修好 总共断了50天 就是非常非常的久 然后断掉的状况造成的效果就是 我们马祖这边就只剩下微波系统在进行 然后影响是各行各业的 桌店的网络连不上 手机的LINE的传讯 一则讯行至少要等15分钟才能传 然后图片是传不了 更何况进行 现在这种视讯功能基本上是不能进行的 所以所有的功能就断掉了服务 那特别的公共服务 比如说医院机场工部门等等 会优先把这些微波的频宽给他们使用 然后军方自己也有自己的系统 那至于军方自己什么系统 我不是非常确定 对那至少军方还是能够维持断断续续续的系统 没有到完全断掉 当然对一般的民众都是非常的抱怨 然后抱怨连连 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你就一般的手机上网不行 然后看剧不行 然后与亲友之间的通讯也都无法进行 但是 马祖的产业结构上军公教的比例非常高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公共的服务 公部门医院机场 就是传播这种系统就是还可以存在 所以大多数人的上班其实是还多少在进行 就是政府部门并没有因此直接关闭 同时二三月是马祖的观光淡季 所以以观光产业为主的马祖 就是真的是好在发生在二三月淡季的时候 不是现在旺季的时候 所以就虽然就订房的旅客来说 就电话打不进来无法传讯了解这个讯息 但不会像现在影响的这么大 那对于在地的冲击来说 其他的行业就是属于停业的状态 甚至因为是观光淡季嘛 所以蛮多的马祖居民就前往台湾放假 然后后期 马祖人发现如果使用中国的旅游网卡 是可以连到中国的网路 因为马祖部分是非常靠近中国 特别在北干的地方 所以就有马祖的旅客在 马祖地方的居民 有些人会透过在中国的旅游网卡过来 或是在台湾购买网卡 然后我手机就是这个 就我的了解 因为我没有在使用 那就我听他们在讲是 换了信卡之后 换中国信卡之后 就可以连上中国的网路 就可以连到中国的网路 然后进行连线这样 然后到了后期 中华电信的马祖门市这个地方 也因为收信比较强 所以到了白天甚至夜晚 会有一些民众去中华电信 马祖中华电信的门口 前面去上网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大概是造成断掉之后 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是这样 就影响各行各业 只是因为马祖的产业 军工架为主 然后又是发生在马祖的观光淡季 所以公务上是造成冲击 没错 但是没有想象中影响 如此的庞大 所有的部门都停掉工程 医院 然后公部门 还是多少在使用 他们就轮流使用了 对一般居民来说冲击最大 那接下来我第二个要分享是 那到底台马海南断掉的原因是什么 必须要说台马之间的海南并不是第一次断掉 那如果断掉一条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的运作 所以只断掉一条问题不大 那最麻烦就是两条同时断掉 就会造成一个冲击 然后这次就是两条在一个礼拜之内同时断掉 然后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的 这样 就统计数字来说台马海南在过去六年呢 断了27次 过去六年断了27次 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会断三次 然后原因有渔船 然后抵托网船 也就是渔船的一种 船毛 还有中国抽沙船等等 几乎都是外力所造成的结果 然后其中大多数是中国籍的船只 那到底是不是中国蓄意破坏 坦白说至今还不知道 那只能说不能排除各种原因 因为你要知道海南是不是遭到蓄意破坏 必须要矩阵 那勾断海南的时候过程中 没有目击证人 大概只能透过定位系统 大概知道说哪些船只在那附近逗留 或是必须要登上对方的船舰去检查痕迹 那如果渔船跟货轮 死离我们马祖海巡署的范围 就是超过6000公尺之外 就很难再追查 就是到底是哪艘船实际的破坏 所以至今就不知道这些人 到底是不是有心去破坏 但可以推测出破坏那个时间点 然后那个渔船是哪一个国际的渔船 然后那个船是什么 但它是不是有这样的刻意 然后这件事情就还不是非常确定 那也因为每一次的断掉 维修费就非常非常的高 像我们刚才提到过去6年 就断了27次 然后平均每年再修 那些台马海南的费用 就高达6000多万 然后为了维持这个马祖的通讯安全 其实都是不计成本的在投入 尤其台南的所在位置 登陆地点其实是公开的资讯 然后海南都很怕不小心被勾断 所以商业的海南也会提供这个坐标 要告诉外界的渔船说不要勾断我的船 然后在现在的台海情势下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中国一直 中国一直对我们进行各种作战 政治作战 资讯战等等 所以我们的海南断掉 到底是不是中国刻意的确引起 国内外非常高度的关心 当然也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后国际的学者一直在提醒说 这其实就是中国在对马祖进行这种资讯的演练 都有这样的推估 这个我们在马祖的其实大概都知道 然后都知道这个情况 那现在说那到底这个破坏之后 要怎么样 下次的破坏不再发生 保护的方向大概是什么 然后在谈保护爆放之前 我也必须先说 因为台马海南不是第一次断掉 破坏的原因又大多数是中国的船只在进行 然后为什么在今年特别在谈这个如何修法保护呢 必须要说就是 马祖过去的立委陈雪神没有认真在做这件事情 到底哪些事情必须要反映马祖的新生感受 他没有在做 那今年当然你说选举年也好 或者是真的断太多次也好 引起大多数关注也好 就我稍微讲一下目前保护的做法是什么 一个是修法的保护 列入关键基础设施 然后把刑法提高很高 无期徒刑 刻意破坏的话 无期徒刑 或者制法奥法一役这样 然后再来是多打造一条海底 海底栏线 就让破坏 让两条同时破坏的情况 被破坏情况 几率降低一点 然后加强微波系统 以及有在评估说 是不是要做 现在最近在讨论的低轨卫星等等 那我都 我知道技术大家都很困难 不是马上都要 但就我知道有在评估的一些事情 还要自己台湾是不是要买自行的 海岚维修船 就不用每次被破坏的时候 都要仰害其他国际的海岚维修船来维修了 这大概是几种的做法 修法保护 然后多打造一条海底电缆 然后增强微波系统 评估卫星的建制 还有再评估说要不要投资自己 台湾要有海底的就是维修船 海岚维修船等等 大概是这一次事件下来 政府部门 在沿你的保护方向 这样 我就先大概分享到这边 但如果想要多 请教马祖代替的情况 我也可以再多做 多跟大家做说明 好 谢谢 对 那过去几年已经发出 过去几个多一次的 这种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 就请志浩分享一下 就是 就在IOR区 在河南现在期间 看 走出的一些分析 我有点 可是我现在在工作 不太多人 有点 有点 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 我们还要去做 我们是一个 从2019年 我们开始成立的 一个大小的 工作室 我们主要关心的 这个 研究主题是台湾的 这个环境 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线上的事情环境很难 有没有讲过的 所以 我们也有 这个 怎么说主题呢 其实就是 华尼 还有使用 案子的相关 部分 然后我希望 借由大量的 资料搜集 还有资料科学的 一些 这样分析方法 来 找出 台湾资金环境的 各种问题 好 把这些问题 透过 发表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 知道 让台湾人能够更清楚 自己处在的资料环境 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然后 会怎样影响自己的 法治上生活啊 或者政治上的 选择 或选择这个 譬如投票啊 等等 新闻 那 这个是 我们 我们怎么看 台湾资料环境的 一张 很简单的词译 就是 最小最小的 资料环境的单位 是 一个讯息 或者 一个自由文的 那我们关心 这样子的 自由文的 关心这样子的 自由文的 讯息的核心度 就是 左边的这个 Information 那 藉由一个人的 讯息 他被生产 他被传播 构成了台湾的 复杂 而且多元 自由的 资料环境 那这个资料环境呢 从以前 就只在买 一直到现在 那可能 以前没有社交平台 现在有社交平台 那不管怎么样来说 我们的资料环境呢 在台湾的 不同族群的人 实际上 在生活的这边 一样的人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之间是什么呢 实际上 会有蛮多不同的 学者的影响 过来研究 但是呢 也许以前这个资料环境 大家不是那么 待遇上去的时候 是个 那种距离 是一个大家交流的地方 但是呢 近年来参加讯息的 问题 就是超多的问题 境外影响的问题 大家对这个影响更加重视 那我们也希望 那我们也希望把更多 相关学者 加做研究的 这些成果 和新的成果 跟各种的影响 那再来就是 资料环境怎么样 影响台湾的 民主治理 跟这样的关系 然后以及 外面的这个 我们现在很较 威权影响 你怎么影响台湾 跟资料环境的发展 还有这个 都是我们 在意的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今天讲的东西之前 没有讲过 所以我们 有时候会卡住 大家见谅 好 那 那 我们 要理解 资讯环境 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式 可以采取 三种社会会的研究 那 可以过时间 可以过分调 那我们 我们当过比较擅长的时间 是过大量的资料 做其他人 比较分析 所以 我们从神力以来 就建立了一个 叫做 国华语字面 环境 就是这样的资料 下转就有名字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叫许的名字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对 好像决定 那 基本上就是有 网路上各大 不管是社交平台 新闻网站 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网站 公开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搜集 那在台湾这边 主要的 搜集台 就是Facebook 公开的贴文 然后其他的 实际上是YouTube的影片 Line open 就是直接贴文 以及台湾 新闻 各大新闻媒体的 报堂 都在我们资料里面 当然因为 今天 我会来其中的原因 是因为很关心 中国对台湾的资料 影响 所以我们也针对 中国的影响 和资料来 做得比较多 包括他们最大的 社交媒体的 平台 微博 楼音 微信的公众号 以及他们 他们所谓的 新闻媒体 其实是 公共安排 各式各样的 返转的 这个机构 那 目前 维持 系统 现在 两天的资料 大概是 一千万元 资料 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 资料 去发展各式各样的 奇迹 学习的技术 玩笑的 学习 想要找到 就是想要找到 这个 分数 很大量的 大家知道 用料 怎样 不能一个一个看 你可以先找到 主题 用料 然后 主题 做热 这其实 不是很有趣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上周大家 任何讨论主题 是什么 但是 比较有趣的事情 是大家 怎么讨论 就是比较有趣 我们知道主题 反正是不有趣 因为 用火带他来 就蛮近的 这个就不用讲 那 但是有些事情 找到不同角度 不同立场的人 但是我们 打到各种不同的角度 困难 为什么 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有趣 这个是 基地学习 原来可以帮我们的地方 找到论述 然后在针对论述的行为 以及传播论述的人 以及他们怎么传播论述 进行系统的研究 还有记录 还有那个 段学报告 就是无聊 但是 我们是做的工作 对 好 那今天因为 周文华邀请 我来分享 是要讲跟 战争的玩意 那可以 所以我在想 到底应该要讲 什么样子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用很简单的 这个 商学人都会用的 这个 像一些那种 简化的我来想 的话就是说 OK 在台湾均环境里面有 都是这样的论述 正在和上 不然是以前或现在 那有 有很多是跟 战争有关为止 那有很多跟战争有关 那 那这些论述呢 是否可信 是另外一支 所以论述的主题 是否跟战争有关 跟论述的 是否可信 这两个 轴线 都可能是否可信 那 那 就是有一些是 有关战争有些连结 有方面就是说 论述内容跟战争有关 就是合理的论述 那这些问题可能先 不到我们讨论 在大队里面 为我们 会有运事参加 我们 我们 我的专业是 资讯环境研究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就是 不管是有关战争的论述 但是他连结不当 他也没有问题 就是 我们 可以透过资料 来找到论述 然后来分类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那 那 大致上 分类下来 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个是 侵略认 不做不做 我侵略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的有问题 第二个是 抵抗无用 第二个就是 不要 不用再抵抗 不然是买游戏 然后这个 很有钱 我都没有用 第二类的 第三个就是 战情混 不管是开战前 或开战堂 在战争期间 混 然后这个战情 是第三类的 这就是 这有点像 啊 幸好有点人多 所以我会感到 看你比较游戏 第一类的 侵略认 这个是 其实我们2022年初 就已经做了一个比较 然后今天 就是借由这次 就会再把它 補充一下 嗯 但 呃 因为台湾 不主带 还没有被 真的被公开 所以 不然 你这类似有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还是 应该可以学习 入类的经验 嗯 带开战险 而且主要是带开战险 呃 比如说你看 左边那边 接近这个 俄罗全面 陆行乌坦的时间 也是2月2 呃 2月24号 那在那之前 我们就有一些 会去讲到 为什么这次的 陆行政党 情况 第一类就是 我们一家人 就是呢 我们本来是一家人 都答的就是 有些问题 OK 然后再来就是 比如说 陆行乌坦 大家也就知道 这些论词 但是早就出现了 论词 早就有论词 在埋这个组织 我们一家人 跟我达尼也没有问题 人家说 我们一家人 达尼也在那 那 呃 第二个 侵略非侵略 就是 沃尔啊 沃尔 这个 1984 那种 比如说 把侵略男人 叫做特别是行动 或叫 直观 都是 北归类 我认为北归类 這種問題 那再來就是很大多條性的這種問題 就是我心裡已經我被條性了 或者是我心裡已經做了邪惡的事情 譬如說你是恐怖統治 但你國內或種族瀟殺或虛弱化 但他會去中化等等 那再來就是你知道的 深化武器都非常好 就是對新地理20137和和豪爆的這個所謂的爆發 那最後也是常常出現一些 路不然還有跟我們分享 是在路不然確實會有人相信 叫做外星之旅 或者說我們國家不是我們是恐怖 是別人操控 那這個剛好在兩個派遇 他為什麼受到美國 為什麼會形容的操控 我覺得遇到今天再跳回來一下 就是說臺灣派遇到是 但是大家都可以從明顯進去 但是為什麼今天要這麼細的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我們都做比較分學的機構 所以每個論詞都知道 從我們來說 對我們有來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看到連結 第一個是這個連結是可以給 這個後面是公開的 大家可以看後面裡面的細節 然後每一個論述後面 要來自國外的視察機構 要來自台灣的視察機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可以連過去 然後真的看到這個論詞 是真實存在 在這些環境裡面的 並不是我們帶來幫各位大家 好 然後一看五六 我覺得台灣還沒有正式開戰 那這一塊是我們過去來研究 常常發現的 這個是剛剛講的 我在想的事情 就是無關戰爭 然後連結不大這些論述 我們來看一下哪一些 意思就是說 在跟戰爭可能沒有 直接相關這個議題裡面 把這個議題連結到戰爭 譬如說缺點 他就會說解放軍 共同台灣台灣都會隨便 譬如說 裴若西把牌 他就會說 都在這裡活保啦 小蛋幾棟草青 都被控制的第一環 這應該都是沒有我們單人 那些問題 或是台地面去美國 美國社長他就說 這個美國社長 正在為台灣做準備 這樣子 對我們來說是 為什麼台灣人會越來越關 越來越關心 戰爭的可能性超時 但是呢 在不關戰爭的議題 你們跟戰爭過 有大多過過的連結 是我們關心的一個問題 好 我大概就是 講說明相關的問題 譬如說在這個 前年 二會一年 白的政府首次對台軍售的時候 就跟著做台灣人一定要疫苗 不要急 然後呢 在今年是缺蛋的時候 就說 要台灣人不要急 但不要抗爭 他們就中文 操作成的就是蠻好的 好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 總統 就是政府 新北韓人等等 在二五拍戰 出席 就不斷留在場 自己逃亡的消息 那在台灣這邊 還沒有拍戰 但是呢 這個常常就會看到 偶爾就會看到 認署 在昨天 參與管理準備投跑啊 或是呢 每年夏天都會進行 暗光演示 才能夠投跑演 這個也不是今年才出來 這次二、二、二、一、八、六 在出席 或是 這樣 好 軍隊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 其實也是我們 認真想在想靠 對 跟軍售有關的論述 從來看到我們買的 是過紅白的 你講的論述 這個分數 如果看到這個分析 沒有的話 對不起 就是在想台灣 剛剛台灣的國民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是在想 西北這邊 就是很相關的 個人的觀念 好 再來就是 然後給我背信 這個 主要就是在講 美國和原本在台灣 這個脈絡 那 我們最近在準備 一份分析 沒有有關的報告 請大家 分數 好 但是分話是 我覺得這個也蠻有趣 在烏克蘭的方式 烏克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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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說 烏克蘭是 對台威脅的幫助 烏克蘭的方式 烏克蘭的方式 烏克蘭是中國的朋友 對它其實也是 對台灣人的威脅 但是 這個 進入發展 烏克蘭的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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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參與的相同報納 台灣武漢的支持 那在台灣這邊 這個是 去年 他們先說 他被精神 刺殺的時候 有在台灣 有傳個相關的分數 所以 我們來說 也被一個類為 分化台灣 和民間的關係 各位是在你的朋友 因為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熱戰的發生 所以台灣就是沒有 但是 烏克蘭就沒有 各式各樣的 相關的 很驚慨的 很驚慨的 很可怕的 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這個 當然就是點到 國外的身上的 很驚慨 那為什麼 今天覺得 要這樣分類呢 嗯 剛剛你們 雞方總說完 我們可以 藉由烏克蘭的 這個 經驗來 預期 台灣如果 即將開戰 或是正在正正期間 可能會出現什麼樣類型的 會出 然後預先 這個 原相打預防針的概念吧 這樣子 那 但是並不是說 想這些東西都不可行 但也不是說想這些東西都可行 這是一個 不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等一下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 可以支持的 這個 感覺 OK 所以 我覺得 剛剛在想的是 本來想要做結果 但是覺得沒有結果 只有問題 就是說 從資訊環境的角度來看 有各式量 不確定的資訊 在資訊環境裡面 傳播的時候 我們如何 我覺得也許 非常難關鍵 也是我們如果 人家自己的 不確定性的耐受 我們可以有一個 資訊環境還有 資訊的認知裡面 有一定程度不確定性 因為如果 一點耐受訊都沒有的話 要不然還追求穩定 還追求確定的 的話 我想就可能被一些 比較奇怪 比較無患的說法 所以 就是 一定為何 專家女的 在電視上 好像有這樣子 無患的問出來 真正大 那這些東西 不一定是好的 那當然是常常在一個 這個 在社群學校 的網路面問到 就是 可信的資訊傳播 大家不會想傳播 我們足夠從中做好玩 那怎麼樣增加 可信資訊的動 傳播可信資訊的動情 這個 不是很確定 譬如說 我們有在登台 還在學生 在台上說 也許 這個 學會 判斷可信資訊 可以是一個 放在 履歷裡面的 各種東西 那這樣 他在求職的時候 會比較 副主 會比較 願意不用他 可能 就是 需要各式量的想法 來去 創意的想法 去想如何增加 傳播可信資訊的動情 那最後就是 如何增加信任 信任 信任是 人和人之間 實際上變形的 在網路上的信任層 可能是 大家覺得累了 內容 但是其實不難 這也是錯 那我覺得 其實這三個問題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想具體的解法 然後去 這個 就因為中文版的 各種避難 各式的 我自己也要想做的事情 這樣也分享一下 謝謝姿 謝謝姿 這麼 這個 這麼欣賞的 這個 分享 這個 辛苦 我沒有講過 一定會亂 我 感謝 感謝 非常精彩 特別 我簡單一點點 會 也就是關於軍隊武用論 我們上一次的 這邊 好多位參與者 上次有來 上次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 蘇子林 老師他 特別講到 像是 那個 黃蛋衣 鋼板 然後軍隊拔草 什麼廁所 這些 其實大概都是 跟軍隊武用的官 這個 軍事的傳播 然後 另外是 後面這三組 我覺得確實是 值得 好多人 人家說 會不會是可以把 就是電力的真本 放到 你的臉 我覺得一定不可能 因為 我今天看了這個 不可能的 任命 背心經濟 它裡面一直重複 不要笑 就是 它裡面一直重複一件事 就是 在這個 大AI時代 已經沒有真假 所以 電力的真假 確實應該是 人在一個 重要能力 特殊性 不知道 未來會不會 有減病產生 好 好 那再來最後 我們就請 智欣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那個 總統廠的邀請 呃 天的禮物很難 然後最大的 可能是 在15分鐘 你可以想25分鐘 沒關係 但我覺得 很珍貴 可以 就是 可以去品牌 或是來自品牌的 我想 我覺得 希望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留給大家 可以去看 好 然後其實在市場後面 壓力很大 因為沒有很 很具體的討救 然後還有最新的 最新觀察 等等 但我這邊想要 補一下說 就是 嗯 剛剛知道的一個 象限嘛 就是 無盪連結跟 有盪連結 我覺得很分有盪 但 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 呃 在目前的環境之下 目前的情況之下 沒有什麼東西 是跟戰爭不關的 所以 雖然 雖然它被分類 看起來是跟戰爭無關 但 我覺得最大的關鍵是 大家都要知道 那是 戰爭的一環 嗯 嗯 我們自己 在 報導的時候 從 烏克蘭的戰事的 大規模 戰爭 入侵 全面性的入侵 發展第一天 一直到問題之前 都在做這個題目 會這麼詳盡的 記錄其實 最重要的一點 是想要知道 而且 記下來是 這個時代的戰爭 到底是什麼樣子 對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戰 然後 大家都知道科技的發展 改變的戰爭 大家也都知道 地緣戰是不一樣的 然後 等等等的 然後群手換不下 所以現在的戰爭跟 一世界大戰 二世界大戰 很難的 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這樣的戰事 或是說 當你是入侵者 你要入侵那個國家 你要延伸你的權力 你的控制 以回來 就是 加強自己的正常正當性的時候 你到底有哪一些事情可以做 就是 站在入侵者的觀點來看 那反過來也是 你作為一個被入侵的國家 在這麼多場域的入侵從事 同時開展的時候 你到底有哪一些事情可以做 或是你怎麼察覺到 那些入侵真的發生 烏克蘭這個國家 之所以長期被世界上關注 以及在很多領域 被拿來跟臺灣做為不雙移交 就是因為從2014年 他們就開始面對這樣 其實更久來說 是從 就是所謂的蘇聯瓦解 然後他們總共脫離 蘇聯的統治 一直到1991年 真正所謂真正獨立 一直到2014年的狂想靈命之後 這每一個階段都在試圖脫緊 來自於俄羅斯的控制跟權力範圍 但是跟這個所謂的師傅脫離以及防衛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而俄羅斯的影響力 又是透過哪一些場域跟哪一些方法 持續的在抓住烏克蘭 不管是哪一個公務門 私部門或是經部門等等 所以觀察這場戰士 離別的戰士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才有辦法真正理解 所謂的戰或是入侵 到底包括了哪一些 因為如果我們只具交易 運功非會被戰的話 那我們可能看不到那一些 正在發生的入侵或是戰法 或是其實對這些極權政府 極權者來說 那已經是他試圖想要影響得過 他可以延伸他的權力跟掌控的一些方法 這樣子 就是我們花了這麼多力氣 然後寫了十幾二十萬字的這個原因 就是試圖第一手的去記錄烏克蘭今天發生的事情 而且透過烏克蘭的真實的經驗跟訪談 來理解這些事情 所以大概訪了一百九十位 所以書裡面記載的其實都會按照 理解想大概訪了 差不多一百百位不來人吧 然後最不同的理由 他們看到哪一些入侵 他們找到他們做的是什麼 所以這是我們對這場戰爭的 基本上的 作為一個台灣記者 台灣民主基本上的 角度跟觀點 先這樣子去給大家聽 所以接下來分享大家可能要知道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我們在講戰爭的時候 只是關注被戰爭 軍事武器軍事行動這些 所以對我來說 經濟協定文化上面的入侵 或是語言的這些討論 或是教育課章的這些討論等等的 只要他有機會能夠介入 能夠涉入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把它當作一個 影響的手法 混合價值的手法 就是我對所謂現代的戰爭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框架 這就會 所以就會剛上線上線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其實 其實我們可能打開那個框架一點的話 還想會更容易跑 如果已經明白我們現在所屬的狀況 這樣子 那我另外一個 在我的Pornment要開始之前 要先說 我6月底的時候去 有機會在美國西洋的東方 跟製作的交流 這樣子 所以 我最常被問的 最常被美國 就是處理 就是台灣主電台政策的人 最常被問的問題是 台灣人有沒有抵抗的意思 那我一開始就問了之後 大家就想說爽 然後 但我後來一直試圖跟他們對話想說 不同的是不同的專家 到底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想要知道什麼 以及為什麼這個問題 跟每一個人 美國人來說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最實際的是 他們的政策的促進 以及他們接下來決定資源的配置 以及他們自己內部的溝通 或是跟他的Founder 跟他的選民 跟他的上面下面的人溝通 其實 最基本他們需要知道的是 台灣人有沒有抵抗的意思 不過這個抵抗意思到底要怎麼衡量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 他們一定得先知道 台灣人有沒有抵抗的意思 有跟沒有之後 會接下來影響很多事情 所以 剛剛看到的是這樣的導演 你如果覺得買雞蛋 跟 比方說這些東西 跟戰爭無關的話 如果你覺得戰爭 就是你說 哪些東西其實不一定跟戰爭有關係 或是 以美諾塔等等這些 其實我覺得它不同層面都在影響 台灣人有沒有抵抗的意思 所以 就是我覺得 這 這 有一個小的的東西 小的的導演 很多時候體驗 最終會影響到 不同選舉 在台灣 當談到 要抵抗 或是對他外面入侵的人的時候 他的看法是什麼 以及 他怎麼認知他自己 進一步的 那就是抵抗的意思 而抵抗的意思 其實會影響到 國際上面其他行為的 對我們的支持 或是我們的夥伴抗心的 對 所以進一步的再次強調 就是 雖然那些看似應該戰爭無關的東西 但他可能影響到 抵抗的意思 他於是就會影響到 其他有價值能看在台灣 萬一到時候 大規模的情願發生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加入 再去戰爭 對 先是這兩個 最近的觀察和補充 給他講 這樣 對不起 我廢話了很多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 這幾個事情 大概各位跟 然後還有 4號的報告的 互為補充這樣子 這是我 等一下要分享的一些內容 好 我自己也沒有在戰場上面打仗過 所以我也不敢說 我對戰場的理解是什麼 但我們去到各版會 大概 我們從最時到 到吉普 然後會再到 跟一些 可以靠北俄的地方 大概這樣一種 不同地方的樣貌不太一樣 所以 雖然都是在 戰爭的時刻 但有些人 他還是每天上班的 就是 可能上班的路上會 小心被人家掉下來這樣 但有些人是 他的城鎮已經幾乎全會了 然後他每天的工作 是在 繼續找人會流下來的 地雷跟屍體 那有些人 他基本上 就是手斷腳斷 然後在裡面 有些人是 他已經死了這樣 所以 一場戰爭裡面 可能 4400萬多困難 你他所處的 這個戰時的環境 其實有很多種 他牽涉到你的城市 是不是被佔了 他牽涉到你的城市 是不是俄軍 跟烏克蘭軍 直接對於他們的地方 或者是 你是屬於歐盟 跟烏克蘭的連結 然後 真的被你有不同的工作 可以做 所以對於戰時的情況 我覺得 我們的想像可以很多元 都會牽涉到 我們非等一下討論 就是在戰時的時候 我們訓判經濟上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詳細的說明 戰爭的情況 不過就是我們從 波瀨魚路網 以及古路上 就是 奧斯公路會不會看到的東西 被鬼跳的加油一下 然後檢查燒 然後 漫掉的橋 就是奧斯公路上面 其實都是 坦克車很新的 等等的 然後事情大概 就是正在復查 所以幾乎是沒有一座房子 是完整的 然後 車子啊 這樣子 看 可能看到一定完整的物品 這樣子 這只是住在區 這只是軍事前線 然後 但是人們還是累積過生活 所以像這個是 全毀的提酒廠 但是 小便我們還是來這邊 只要去打黑道的地方 這邊在那邊打打黑道 街道上面都是 反彈特的這些東西 就是基督隊的隊友 那邊廣場 就是那個 廣場有立法性的地方 好 然後 有很多的方式 在仍然正常的 城市的部分 提醒大家 戰爭的方式 像這個就是 死掉的軍人 他們家人都可以 解消他們的照片 然後 已經毀掉了 俄羅斯坦克 變成大家 遊戲的地方 你如果沒有錢的話 就算你的 家費紅燈 他們還是在裡面 註冊裡面 也沒有其他地方 進去 好 所以 實體上面 大家都有怎麼樣 但圓端上面 暫時的時候 會怎麼樣 這邊會按照時間軸 大概 列出來一下 那 很多我們在報告的 這些表情 有一些是可以 include 剛剛 那個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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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有一些戰爭 緊張發生的跡象 這邊有一些數據 就是 歐洲 俄羅斯的五大官媒 在開戰的前一週 其實就 開始大量的去推播 各式各樣的 讓軍事行 所謂軍事行動的 正義性 合理性 被創造出來 這樣 所以從1月開始之後 歐盟是一定 對 對於特朗普通的經紀念 就是 偵測到這個 故事秩序的快速增加 然後正式提出警告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些 資訊網頁的偵測 可以作為 真正實體 運事行動的 一個 警告訊號的來源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光是 16號到24號 被開戰前一週 有60個獎訊息 這邊指的是60波 不同的 Nerrorative 一個Nerrorative 上面可以掌握 不同的形態 所以 光是Nerrorative 就60波 可以想像一個力道的國際 他其實在針對不同群體去給一些 對於接下來要達成事情的一些認知的基礎 可以當他們的文明 暫時下面的這個 好 所以本來可以告訴我們 戰爭組織在戰地之上 就是在烏克蘭的境界裡面 全球都是俄羅斯資訊作戰的範圍 有些人想得更直接 這場大規模的侵略 就建立在資訊作戰之下 怎麼說 因為如果你往前看的話 2021年11月土地都已經發表了 西線多次的常文 建立起這場軍事行動的合理詞 所以他們才說 這整個侵略都建立在 所謂的資訊跟認知的東西上 大家想進一點的話 你會看到這些 這些都已經被視察者提報的這些 rumor 所以你按照這個時間軸 會看到他們不斷的糊塵 為什麼他所謂的需要出別人的戰略 對 一直到開戰是2月4號 然後開戰第一天 1、2、2、3天 1、3天 1天都有10人進展 那開戰前主要是在建立一些合理性 就是 俄羅斯要來救烏克蘭的人民了 因為烏克蘭是沒有所謂的新亞粹在迫害俄羅斯區的裡面 那開戰之後呢 他叫什麼說一個 很多烏克蘭人都在歡迎著俄羅斯的士兵 或者說其實烏克蘭的軍隊不堪一擊 或者是這些新亞粹的軍隊不斷地在迫害俄羅斯的人民 所以當烏克蘭人 你看到俄羅斯軍人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立刻跑降 或是雙手滑一旁的 所以他不同的開戰前後的不同階段 他這個資訊操縱的目標 目的是不一樣的 他跟著他的軍事行動其實是緊密的上演的 我們去到現場之後 其實會發現發現很多人說 那些俄羅斯軍人來入侵的時候 都沒有帶著很不備的炮彈跟軍隊 因為他們沒有相當寬大的後勢 因為他們覺得三天之內就會贏了 所以他們其實帶了更多的是 三天之後準備在大道上面進行 戰勝遊行的道具 就是一些很帥的衣服 然後要訓練國威的東西 因為這是他們所接受的訓練 就是他們我們開進基谷之後 基谷就一份樓上來有雙手滑一波 那都是軍事 購置自鑛最高的東西的 所以這個軍事行動每一波 其實雲端上面的這些NELTS 都是跟著他們的行動來做過理解 好 那真實在開戰之後 除了雲端上面 我們看到俄羅斯做的事情 在地面上面其實也有些虛實的整合 也就是說開戰之後 如果你是烏克蘭人 你會開始收到很多的空氣警告 你會收到你的虛工所 你的影響 你這類的這些基層的政治人物 或是公務人員 然後說你要怎麼配合政府的最新的指定 或是你要怎麼好難等等 那這個是在幫助烏克蘭境內 就是持續的去對抗外來的這個路線 那這時候資訊都在滲透進這邊了 所以他會不斷地想盡辦法進入你們在地的這個網絡 去破壞破裂解你們反抗的可能 怎麼做呢 然後我聽過一個最荒謬的方法是 就是 因為他們都滲透了嘛 所以他就是會假裝自己是喝醉的人 然後倒在那個火車站車站的門口 然後就會有烏克蘭人 明明看到他們說 欸 這樣真的太適合了 你怎麼在這邊 然後把他叫什麼 然後就會說 那你們都去哪裡 遺難 你怎麼會帶我去 或是你們線上的群組都在哪裡 都不會跑我家進去 那這個假裝自己是喝醉的老百姓 的這種惡惡的情報人員 他就可以知道原來人都躲在哪裡了 或是他們就是民眾和軍方之間 互動訊息的群組在哪邊 進一步的去掌握這個地方 要對抗俄羅斯軍人 他們的資訊網路在哪裡 這樣 這一方面是滲透 下一步他進入那個群組之後 他就會透過這個群組 去散發錯誤的謠言 比如說他說 你現在聽到的這個空氣指導 其實是測試或是壞掉的 所以不要躲 不是假的 或者是他會告訴軍方說 在哪邊哪邊 我看到一次是俄羅斯軍人的人 你們趕快去那邊這樣子 那當烏克蘭的軍人真的去那邊 想要抓敵人的時候 他們去到那邊之後 可能下一波的空氣 也不完全感染 他是吸引烏克蘭的軍人 因為要去那邊的神的交往 所以你會看到這種所謂 利用地面的滲透 然後進步去掌握 再繼續空氣 烏克蘭人都打算 都對他們的神法 神神 所以開箱之後 突然陸續在不同的地方 能告訴我們 他們察覺到在自己的手機 自己的地方群組裡 或是線上面的資訊 都會看到 越來越多更進一步的入侵 這樣 剛剛講到是還沒有被佔領的地方 但是在已經被佔領的地方 都出現了很多 但剛剛平豪在分享的時候 我不會很容易想到的事情 首先就是被佔領之後 基地台 然後這些地方就會被破壞 然後讓你收集到來自於 烏克蘭境內的訊號 但同時它可以加大 就是俄羅斯的訊號 包括俄羅斯電視 俄羅斯廣播等等 所以在很多佔領區 如果你的那個 不信你的手機訊號斷掉的話 你接下來能夠收到的訊息 大部分是來自於俄羅斯的媒體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網路的話 你可能要用一批的短話 你可能你的手機訊號 你可能你的手機訊號 應該是很高的 所以在佔領區 有各式各樣在資訊封鎖的情況之下 老百姓 他們在互相幫助的方式 你看後面可以多介紹這樣 但在佔領區之後呢 除了當家封鎖之外 它經過其實要讓你絕望 就是 假設是剛剛被亂來的這個 這個媽祖來說 但沒有訊號的情況之下 人們是會緊張 所以換過來的 同時不知到現在情況上 怎麼樣 所以 它就會收到大量的這樣的訊息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就是在最南邊的那個克爾松 就是第一座被佔領的他的城市 然後 他們那一天 街道上面就出現了這樣的 一個勝利遊行 然後就說 其實有很多烏克蘭的人在慶祝 就是他們什麼二字的一部分 然後他們是現在全烏克蘭最棒的地方 因為他們在二字三部分 安全很棒的 但這一些人 後來就會記得 發現這些人 那種可以的一樣 被運進來 然後在早上七八點的時候就遊行 遊行完之後就 再載他們去別的地方玩 然後當天一整天白天 這個被拍下來的遊行 就在俄羅斯的電視台裡面播出 對 所以他給戰地人的訊號是說 其實其他人是不依靠的 其他人是上街 歡迎二軍進來的 上街 你們不要再守下去了 他同時給俄羅斯 內部的民眾看到是說 其實我們出兵勞力 因為其實烏克蘭的在幫助 但其實這些人是從 早就從2014年被佔領的特里林亞 在上面的俄羅斯 他們從2014年被送進來 演出這樣一場走行 這樣子 主要就是為了削弱 在佔領區 等等持續抵抗的抵制 在佔領區的人 其實會遭受到好多的討厭 比如說安全上面的討厭 被抓起來 現在是直接被殺死 那你會看到身邊的人 也可以消失 比如說 最先消失的是 警察 軍人 記者 然後甚至人物 在接下來是NGO 所以什麼 距離地的人 怎麼會抓起來 然後如果你是 燒油瓶光的 在地的商人 可能會被抓起來 被消失 他是用這樣人口心理的方式 一波一波 讓你身邊的人 就是被消失 那抓起來之後 所以說 除非你願意配合 不然的話還能重獲自由 這樣子 那他透過這樣的方法 在降臨的地方 去洗掉人的 離庵的地質 最終到他確認 這邊的人 要溫治所的時候 他在辦一場假公投 然後跟全世界說 這邊很長城 惡子的一部分 這個戲碼 在2014年已經發生過了 那他這一次是不在 烏克蘭克地 就是進行一樣的戲碼 但是 大概不會那麼笨嗎 烏克蘭很容易地跟他說 說這是惡子怎樣做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假公投 其實 後改國際上面 當然是沒有承認 可是普遍還是用這樣的假公投 作為他對面宣傳的一個 最高的攻擊性 這樣子 所以是在戰隱區發生的思維 他要達到那個 最終假公投的目的之前 就會很不斷的這樣的戰法 去昏化他 去影響你的抗體制 那這次 這個影片不能播 這是專格被消失的 在地的運動分別 他後來 一個月之後 初見在羅斯的電視台上面 因為台灣人都很理解 就像後拍人做 可是如果仔細看 後來發現他臉上有一些 綠青然後複雜的地方 等等 但他後來就會放出來了 所以就是一個交換這樣 好 你這邊有一些更細節呢 就是來自於2014年 開始被影響的經驗 就是他怎麼在佔你的地方之間 持續的去削弱 跟你的心理上抵抗你自己 以及實際上面 你能夠抵抗你的 你自己抵抗你 好 A沒有時間 那這邊有一些 但這些地方 人們可能要做反抗 沒有時間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事件 那我快速的做一些質問 像這個是一個自有十字的人 可能地方報到報紙的 開戰之後 他們基本上 可能有1200個 原本就是寫一些 不痛不癢的 就是選生 畢業旅行 或什麼的地方新聞 對 但開戰之後 這個平台 因為他們有6萬多人的 地方的演示社 所以開戰之後呢 這個平台變成了 Mariwo Hall 這個很慘的城市的人們 記錄下戰爭的時候 那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6萬多個多學的讀者 這時候很快 都給成了那台記者 每一個人就投稿 我是被轟炸的劇場裡面的遺人 我是會做醫院裡面的醫生 我是一個 一天差一個死三次的一個老百姓 我就用投稿的方式 然後給這個總聯繫 讓他去刊登 於是全世界可以看到 那如果真實在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當時候幾乎已經沒有外景記者 就是可以聽到Mariwo Hall 然後同時 你會看到 俄羅斯普段在 扁衣或是污衊Mariwo Hall 裡面抗散的 就是這樣的方法 像這張照片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附有醫院背後 這樣就被彈出來的 那就是那時候 你有時拍下來的照片 登在狗牌的照片 後來變成名牌照片 但這張照片 在俄羅斯的名牌上面 被控補了 這是一張 這是一張假照片 然後它是一個文盒 然後被帶那個 一個攝影棚 然後被彈下去的照片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明明就看 真的這個醫院裡面的 那個醫生 就是他在現場所看到的事情 就作為一個保證 那這裡一樣的事 這是假如後 最大的劇院 左邊可以看到 那是他還在的時候 他最後是成為 就是居民避難的地方 裡面只有一個 自有一個生態圈 就是有劇院 越來越來越劇場的人們 在他越遠處的 就是能夠躲在這邊的 這些劇民們 他們從身旁邊寫著 大大字要說 這邊沒有小孩 不要哄哨我們 但你可以看到 直播是沒有電子 就是他知道 你直接哄哨 沒有把所有人死在裡面 那一樣的 這個劇院的故事 也一樣對24年人說 這是假的 裡面有一個事情 裡面就是劇房設施這樣 所以當地方為你判出 這個演員 你在裡面看到 所有的一切的時候 這是一個最直接的證據 也為地方的人 記下 當時發生的事情這樣 好 所以做一個地方 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 我最近本來想要應徵一些 這些資訊 這樣真正的影響 可以有多大 所以沒有時間洗澡 每個地方就是補查 八十歲的一位老夫妻 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 他們一直躲在地下室 他們是俄羅斯搬過來的 所以俄羅斯軍人 就是沒有把他們殺死 但他們很難過的事情 是當他打開 然後去給他俄羅斯 在那邊的家的時候 他們依然覺得 這是你們自己的錯 就跟他爸媽說在補查 跟他爸媽經歷了這樣補查 但那女兒依然不相信 就是他們所說的一切 所以你可以想像 剛剛講的那些資訊 做在那些宣傳時期 在俄羅斯的境內 可能 是真的有這麼有效的 就是他們家的對面 他就是聚集所在的狀態 那邊都看著他們 就是補查剩下的一堆老夫妻 甚至是補查的 像影射的老太太 她的工作是編入的花 這樣子 她就這樣在那邊 同時編在她的一個 合物上面的花 一樣的 當他打開 我去俄羅斯的朋友 親戚的時候 他一樣是 就是被嘲笑 被罵 就說 只要你不逃 只要你跟人家都沿在一起 就是你們自逃不持 等等 所以 他在受訪的時候崩潰 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不常都變成這樣子了 他們還要相信 主聽所說的話 像你這裏老太是俄羅斯人 所以 我們這邊生意做得很好 講俄語結合 來這俄羅斯人 從來沒有被破壞過 但 他的親友 依然是相信 俄羅斯人所做的事情 這裏面更細節 對資金消毒的手法 但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這邊有 烏克蘭的事實上 整理三千多條 Rumor之後 整理起來的七大敘事 基本上就是 字號剛剛的表格 過去八年來 俄羅斯想要傳遞給烏克蘭人的敘事 就是七種 沒有而且就是七種 但是分散在三千多不同條件裡面 那這些東西 把它換 把烏克蘭換成台灣 把歐盟換成美國 可能很多的 或者很熟悉 這樣 就是所謂的地方 就是蛋啊 這些東西 或是雪片 所以 基本上 就是 大家應該做得到的 好 能夠做些什麼 這邊我們可以再討論 但這邊很簡單 像這個媽媽 他就是在家裡做一個很小的工廠 帶大家做手工的蠟燭 但因為就是紅蠟燭 所以他在基督城市裡面 就有一些線上的群組 人們就是捐一個後勤辦啊 捐這些紙箱啊 捐這些廢罐啊 所以他有了自己 有小小的網絡 就是二三十人的這樣社群 不分年紀的人 都在基督裡面 所以當下一次有入侵 發生的時候 是什麼的時候 有些搖曳人的時候 這二三十人 本來不認識的 但他們現在知道他們可以 一直查證的幫手 就是一個真實世界傳出來的網絡 那這個是LGBTQ的一個避難所 一樣 就是他們從 不會LGBTQ人群 然後在戰爭的時候 提供 針對他們的這些協助 包括心理上面 跟基督上面的協助 因為在這一次的戰爭裡面 伊朗和俄羅斯 都是反彈的太大 所以他不斷的攻擊這些 比如說 然後就說 你看到戰爭了 然後這一些LGBTQ 還在那邊享樂 等等的 就是沒有用 但總之 他們從一個 本來服務一個人選團體的 這樣子的組織 在戰爭的時候 不只是支持跟協助 還正一步幫助 這LGBTQ的人 站出來去 支持他們 關於自己的謠言 然後讓 不要讓自己的謠言去破壞 人們對他們的感受 或看法 然後破壞的人 提著他們一些 這樣子 所以他們平常的 累積起來這些信 在戰爭的時候 有非常的實用 所以 這個是一對固執 他們在戰爭的時候 每天晚上八點上線直播 剛剛講的那個不確定性 就是在這時候很重要 因為戰爭的時候 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一切正常都不正常的 所以如果每天晚上八點上線 或者可以看到一個 認識的人 那邊在那邊 給我收心燒 聽聽音樂 幫忙變足 那個變成一個 你的網絡裡面 一直還可以選入自己 你至少知道自己是還帶 然後 當一個有什麼問題 大家又有什麼困難 就在這個直播後 會非常遭遇 這樣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案 你在留下保護 他們做過的事情 因為沒有辦法 比如說他們過去發行 他們從烏冬搬來的 所以他是已經經濟過幾次的 所以他知道這情況要怎樣 後續就破壞了自己的 也是最大的 所以簡單的 舉了幾個很日常的例子 像這是一個酒吧 酒吧也有自己的社群 他們從2014年共產黨 就是之後開始成立的 他發現要推廣 大家對於烏克蘭的共同理解 要辨認於我 要支持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啤酒 自己的音樂 對年輕人來說 一個最好的空間 像是從地下酒吧開始 到現在有30樓的朋友 那戰爭的時候 這個社群 2014年開始 你可以說是一個 喝酒的社群 在戰爭的時候 也非常非常的實用 然後他們甚至 就是動過他們的DJ的網絡 然後在裡面 直播放音樂 但是跟全世界說 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他的YouTube 連結結束的網絡 所以不同的這些小人物 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創造的這個社群 或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基本上都是回到 那個信任跟彼此的連結 那我想大家應該也都連結了 在面對這樣子 雲端上面的共產的時候 彼此的連結 和信任的連結 是最關鍵的 所以 那個就是我們平常 就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最難 但是也最基本的 就是從 你的家庭群子開始 好 那如果今天時間有限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段有辦法 我的書 我的書都可以參考一下 謝謝大家 那剛剛志欣講到 其實幾位講者 對我們講到 在面對這個 我們專的這個 招募 不方便的是 我們基本上都 非常急切的 就是要求 走一個確定的方式 忍耐的不確定性 就是保持一個保育的態度 可能 反而是一個 比較 就是有任性的 或有防禦力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同時 現在就可以做 所見的 有信任的網絡 那特別是 我覺得這個網絡 不過不一定是 非常大的網絡 反而是有很多 有其他的小的 網絡 能夠持續的存在 也許在未來 是可以幫他 發問題 一定的程度的 作用 那 好 那 回到四位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 聽眾的問題 要先理出來 好 謝謝 好 我想先問那個您好 原來在分享馬祖文 然後就是我這一句話 你玩過一次 然後我身為本島人 我不太知道 怎麼稱 我覺得 我不太知道馬祖文 對於 就是台灣認同 但是 因為我一直覺得 好像 一代的同學 沒有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 像就是當 比較狀況的事 變發生的時候 會因此 就是當病人多一點 所以如果警惕嗎 還是說 大家才 就知道 這樣自己 可能會因此感受到 你當危機 有這個狀況的感覺 還是說 大家其實 沒有這麼 就 主要有 也到 不知道 所以我想問一下 是大家 當一個牌子 好 就 直接回答嗎 還是 其實 好 這個 馬祖文 我覺得 剛剛有幾個提問在裡面 一個是 馬祖文的 比較偏向政治認同吧 或者說 國家認同啦 這道理會不會因為 一直被中國切掉 一直被中國漁船 或是被中國的船隻 弄掉網路之後 因此討厭中國 我覺得 馬祖文的政治認同上 確實 會 比較是 地區主義啦 地域主義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會覺得自己是馬祖文 他們不會說自己是台灣人 但是說 是哪個國家的時候 還是會被 就是出國的時候 會說我來自台灣啦 但因為夾在中間 所以他們 對於台灣人的認同 這個icon 並沒有那麼強烈啦 雖然在國家的區分上 能夠區分說 就是 台灣人跟非台灣人 但他們常用大陸人啦 總是就是 他們不太會用中國人 這字眼去指示對方啦 那爬回過頭來 就是這個 海嵐被切掉有沒有 因此討厭中國呢 我覺得沒有 對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啦 第一個原因是 我國的政府 並沒有 每次去宣傳說 被切掉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對中國的求強態度 坦白說沒有出來 這過去這幾年來沒有出來 沒有說 我們就 開什麼 國際 國際法庭 或者國際上的輿論 譴責中國 一直切斷 我們的 我們的網路 我覺得 因為 我們國的政府 蠻小心 在處理這個事情 或者蠻謹慎 在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一直去挑動這個 兩邊之間的 你說 民族情緒也好 或者國家情緒也好 導致地方的馬祖人 不會因為這樣 一直怪中國 當然可能有幾個原因啦 一個是 我國的政府 比較謹慎出力 擔心 擴大事端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可能是抓不到 對方的船 到底 就是破壞的原因 出自於什麼 所以沒有 把每次的事端 拿來講 這樣 第三個就是 馬祖人 對於中國 中國政府 中國人來說 本身敵義就比較 比較弱啦 所以沒有 一直去講 或是沒有一直去批評中國 或者是地方縣市政府 其實常常會 就是馬祖縣這邊 縣政府有時候會有 跟中國一些交流的活動 我也從來沒有看到 他們在相關的平台上去批評說 一直 就是攻擊我們的海南船 馬祖的縣政府沒有做這件事 馬祖的立委也沒有做這件事情 馬祖的議員也沒有做這件事情 馬祖的整體政治人物 也許是因為大多數人 有大量的房地產在那邊製產 所以沒有去批評中國 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啦 總之就是馬祖人 從縣政府到政治人物 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馬祖縣政府的官方 出來批評中國 這是我觀察到的情況 我們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 就是運動有 跟平潮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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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講自信 但是 關怪你的 你跟長的一些時候 我就會覺得 台灣是否是會想 不可能 那樣 那麼嚴重 但如果 中國 中國 要是真的打算 然後 台灣 如果中國 入侵 進台灣 然後 然後 打壓基地牌 然後變成 中國 關聯帶 宣傳台灣的那些事情 這些的當況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 如何去面對 最近是網路那些地方的話 後面要怎麼記住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這個問題 或許這個問題 我現在也可以問一下 就是 在有那個 被斷網路的經驗之後 萬一這樣的情況發生 好 隨著環主人會怎麼做 然後同時我其實也想 進一步問他們的 對馬做提問 就是說 那所以關於原因是什麼 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是史上第一次 兩條通是斷掉的 那這一次 馬主在地的討論 跟過往有什麼不一樣嗎 如果說 六年來斷了幾次 那這一次 有新的討論嗎 討論是怎麼發生的 誰在影響這些討論 當甚至人物名 在表後面發生的時候 這樣的討論怎麼開始 或是什麼 連續的 就是可能 連愛詳細 照片 那先回應 其實都沒有個問題 所以我想大概 大家現在會看到 政府當然在尋求不同的解放 就是 不管是來自於哪一個國家 或是我們自己發展 自己的 所謂 依鬼 衛星的這些方案 可能 就是為了防止 就是訓他被斷掉 或是被 大部分 被對比的人 被掌有 但是 或許 就是所謂的 中國的訓習 或是外觀宣傳 滲透於台灣的那個環境 這些 並不一定要等到那時候 才發生 就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 應該就是 平時辦這件事了 然後 我們面對 我其實不太知道 大家又不願意討論 是說真的要看到 飛彈跳上 然後 才要討論 還是怎麼樣 作為一個前記者 我 像面對 像最近媒體 直接寫那個 生化武器的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是相當 不確定說 台灣的社會大眾 到底有沒有在意的事 就是 就是 當媒體做出 不應該是媒體做的事情的時候 大家真的還在意嗎 或是說 媒體人 自己在不在意 就是 當我們的工作 變成那樣子的時候 那 可能很多有經驗的人 有經驗的讀者 也都已經習慣了 或是說不意外 這樣來 帶過他們 對 我覺得 這已經是一個 對我來說 我 很 無法 接受這樣的事實 就是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等 我們難道一定要等到 為他們 要正式的問題嗎 對 可是你也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因為 我也沒有看到 有所謂的媒體自律的 集體的 就是檢討 或是什麼什麼這些東西出來 我沒有看見 所以 或許 國者們如果真的有這些意念的話 是可以 趕快 或許這件事情 至少 媒體產業自己要有所謂的 吧 對 這是我的答案 好 謝謝志祺 那你現在是不是就 請平常做當 這個 就是這個位子 就是 就是馬祖文 然後 可能會怎麼樣 就是 剛剛志祺有追答 就是 喔 這一次的斷網 跟之前 的21次 搭配 那像有什麼 對 我有聽到志祺的提問 謝謝志祺的提問 我也在 因為馬祖斷網 那時候 資訊上就基本上就斷掉了 我的意思是說 當網路不能上網 然後 一些馬祖文的 言論的平台 也幾乎上不去的時候 就當資訊都斷掉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分析這個資訊站 怎麼進行 這的確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到 怎麼樣形成這個輿論啦 但是我可以提供幾個我的觀察啦 就是 就是陳雪珍立委到底做了什麼 這樣子 我覺得 作為地方選出來的立委 他的言行在這種發生那麼大事件的時候 還是一個可可觀察的指標啦 他在馬祖斷網2月6號8號斷掉的時候 然後他在2月16號的時候 我剛才有特別在查一下新聞 就是陳遠生跟國民黨的記者一起開一個記者會啦 然後他大概怎麼說呢 他大概是說 中央的政府沒有照顧馬祖人 對他說馬祖宛如是二等公民 然後蔡政府就是沒有認真對待馬祖的居民 在通訊相關的設備沒有跟本國的居民享受的品質一樣 然後就是彷彿是二等公民 高登島上亮島上的駐軍 前面駐軍那麼多 然後對於國安問題從來沒有照顧 然後特別去講說 那麼重大的民生問題 居然沒有被放到兩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清單上 就他整篇大概的說法都是在批評中央政府 沒有積極處理這件事情 那不會把這個問題的雲凶拿出來批評 那差不多在那時間左右 民進黨團當然有出來迴避 就是國民黨團的批評 大概是指說 就是陳雪生立委都沒有批評中國啊 一直在批評就是蔡政府不照顧他們 那對於中國發生事情 那時候怎麼都沒有講 對 那的確蔡政府因為這件事情有被激到 所以開始大量的資源投資進來 像我剛才講的 多打造一條海底纜線 然後加強微波系統 修法上的提高等等 確實有被因為這樣激到 那地方上的討論 坦白說我的觀察是大多數是維持 陳雪生的基調 覺得又要被中央政府放棄 中央政府沒有認真照顧我們 這個基調一直有在馬祖的 這個人與人之間的輿論會有出現了 就是並不會把批評元凶這件事情拿出來講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馬祖地方 坦白說比較長期的問題 那因為我自己 自己在 就是馬祖這邊也有民進黨部 我這邊跟那個同事也比較熟 所以就是好在馬祖黨部有提出一些聲音 但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風質 所以講話聲音很容易被忽略 他就他他不是我們沒有立委嘛 然後縣市首長也是國民黨的 所以整體上我們對於言論的觀察 其實就會蠻容易照著 地方馬祖居民的聲音很容易 會被縣市政府跟立委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剛剛我接續幫自信回答的內容 就是 剛剛的炮彈就是真的飛彈掉下來 我其實一直覺得雖然沒有正式開箱 但是資訊上面 就是在這個層次上的戰爭是已經開始了 所以就譬如說像有一些監測的 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監測的機制 就有人會想知道 就我們也會就是現在的 招受到這個資訊操控的攻擊的這個監測的機制 比如說IORG 或是像我自己 我很喜歡去看COVEX的資料 因為我覺得COVEX每次有東西往上跑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現在就是這一題 這一個論述 在熱烈發生中 所以我會去比您跟那個 跟Johnson分享一下 最近有沒有特別的 熱烈的話 最近的訊息嗎 最近的訊息有一些都會有感的狀況 然後還有其實這個初遇傳奇 中漸這個範圍有圖跟有影片 影片的話 影片的話 影片結束我們從去年開始說 這應該是在觀察一點 就覺得如果我們這幾度上不介紹 那我們怎麼樣去看說台灣 但你在傳什麼 還好足夠熱門的鏡頭 就要被人講到台灣手機的Line 這就是一種他們現在做了一個熱門程度的標準 所以今天論文其實我們還是觀察得到 那短影片一來是他容易規避被檢索被搜尋 然後還有就是他能夠很直接的跟他的觀眾對話 然後當然台語的也有 因為我們就是在青草上面的台語頻道 我的理解是可能公關公司或者是很多的行銷策略來講 他做的是很細緻的影響 那可能很接近當當就是俄羅斯的案子 他必須要很早就看見在地方累積他的聲望會圓滿 然後進而來到跟大眾宣傳跟討論的事 比如說我自己都在擺橋好了 巴比陀這個案子可能在上半年來說 是一個相對大根讓我同年齡的 因為我同年齡都在養小孩 所以大家其實是很焦慮熱跟自己 但你們到了近一兩週近一兩個月 就會把它跟政治跟賴清德跟二比二次的選舉 都非常大根很強勾 你說在訊息上就看得出 是已經有 比如說叫賴清德道前的真心是比較簡單的 說民進黨政是為了總統大位 所以才放出這樣的消息影響全心 而且估計有在調查出來之前 是 也就是說大家還不夠確定的時候 或者是 因為證據不足所以不起訴 那反過來推導說已經不起訴了 所以過去這些論述或者是家長的焦慮 都是受到可能是政黨的知識 或者是有心人事的嘲弄 那我們要 當成正義的方式就是我們要下架這樣的地方 現在罷了上面最近出現的東西 在之前我們 那回過頭來一樣 沒有任何事情跟政治和軍事沒有相關 因為你回過頭來做的事情都跟政治相關 你所有雞蛋買不到也好 民生公司沒有辦法獲得到我的服務也好 或者是到底公佣跟私佣可不可以從攝影機 可不可以去侵犯大家的疑似 這件事情回過頭來都來到 政治跟政府如何跟人民對話 如何去影響大家的生活 如果我們不信任現在的政府 我們不信任比如說 不信任這個社會 但是會像很多人可能 在搭計程車的時候 自己就會說 我覺得要轉換也沒有什麼不好 或者是我希望經濟更加好 我覺得台灣只會選民不一定進步 他可能沒有再仔細地去看 但台灣的經濟表現 近年是想對不錯的 有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 其實是需要用很長的時間去累積 但是去實際的檢核 才會知道說 其實你現在講的這個論述 是跟過去的事情相反的 不要這樣 好喔 那回到剛才說到這個監測的幾次 那可能從我這個地方技術的角度來說 其實就是要努力也去維持 然後再討論一下這個系統的VCX 就是VCX分成兩個部分 有論是技術的冷氣 或者是他要不會打 或者是說他可以提多更多 像我們其實資訊都是我們 就是從軟體溫座之外 資訊 就是資料 尤其是一則訊息 什麼時候進入都會得到 然後他這個訊息在進入之後 每一天被多少人在COVID 在美國賣過分 要再去實力這邊 一些下游的冷卻法 被查詢的次數 其實都會顯示在裡面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整個東西 說技術之外 後面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監測的數據的韌性 其實是非常要來大家 actively 去使用COVID的假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 就是有沒有用COVID的假的連結的這些 如果在資訊上面 我會非常希望大家可以都講 COVID的假 就是 essay 幫我們說的話 就是 因為其實大家使用這邊 看到我們的資料都會收得到 然後有最新的訊息 也是需要仰賴 就是進到規則的場 因為其他的bub 他們都沒有在收入 就是他們沒有公開 他們有多資料 他們沒有公開 對 就是公開這樣 再公開這些東西給大家用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非常的在意說 在北蘭掉下來之前 到底有多少數據 就是有什麼樣的訊息進來 那其實我們也是非常要來大家 把這個收集 所以大家收到在LINE上面收到訊息 主動的去回報 然後財務 才真的就是 在這個社會 有這個監測職制 可以去做 或者是如果大家覺得 會不會讓人講的不好 沒關係 我們也要跟Source 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建立 好戰的基金 我們有協助者是從家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正面上想思考 我覺得協助者 有敢得到戰爭的危險 跟資訊通過 跟所謂中國政治宣傳的危險 然後同時他們會去排警 他們會用一些沒有那麼正當的手段去影響 他們覺得說來自於中國的訊息 我沒想到 那 那個闖掉是因為我剛剛會有什麼問題 是因為想太忙了 我覺得我們想要往正面的方向講 就是我們可能參加很多相當領防的講座 或者是領防的大家可能實際去學習如何 如何包紮傷口 回過頭來我們有沒有意志 意志還在能力之前 我們可能能力還不夠 但我們必須要先有意志 當我常常在問到說 就是台灣到底想要的是什麼的時候 或者是每個人是美國單位 每台灣人都會體育自己 因為台灣是不是需要美國幫助 他需要的能力 如果說我要美國人來幫我單位置戰 其實台灣人要能夠有足夠的意志論文 說是我不想投資 或者是我想要保護我的國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能夠吸引到民主政權的任何種方向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協助 可以進行民主的方向 那這件事情回過頭來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可能 民法會一直為了講座 講座熬醉高潮 然後我們就下來了 如何延續這樣的認知 跟這樣的意識去影響我們身邊的人 這會變成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跟我們可以積極過道的事情 讓我們公民主 如果有人講座熬 我想問你講座 我們該怎麼解決這種問題 那這件事情只是講座可以解決 這件事情是民眾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寫座名字的問題 我覺得公民科技社群很好的地方在 而且很早之前就在做類似的事情了 每一次大家是不合在單單當中 或者是在社會眼鏡當中 如果透過很多的遊行或者是 資料去影響我們的政府 影響我們的社會 社會是跟民主職員相關 也可以說是透過數位透過資訊 就像戰爭已經透過了新的形式 在直接影響社會 然後相信民主職員透過新的形式 在直接影響社會 在直接影響社會 謝謝 終於終於拿到一個正面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確實這個我覺得重點是 這個問題不是強者可以解決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cocation 的論壇 那你們說這個是 這一個講座是終前的講座 那其實希望大家聽了以後 能回去想一想有什麼可能的解法 然後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 然後到大松的時候可以帶來的 到大松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國際上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在監測這個 因為ROG有在做 應該有在做跟他們這些監測 最近有什麼 我覺得剛剛給你講這個 大概是 對就是 雖然台灣人 我們可以說台灣人不單位 我不用抖音 我說大部分的人 但是這些東西 只要購物熱門 就會傳過來 然後大概就是 一個是熱門 他就是有機的傳過來 另外就是有心人 室內傳過來 所以就不是說台灣人 不用我們體財的武漢 所以這也是我們觀察 中國人體財的動機 的確是這樣的 就是不然是詐騙的訊息也好 或者是跟中國軍力的 這個 叫武揚威的軍協 或是想要挑割台灣跟朋友之間的關係的軍協 這些軍力都不斷的用 各式各樣的方法 想要傳進台灣的這個螢幕上 想要傳到台灣的螢幕上的感覺 然後當然是剛剛講的 譬如說我們攻擊台灣的民主政治的圈典 他就稍微幫大家去缺彈這些東西 就是剛剛會說缺彈 都是這樣的議題 表面上跟戰爭的關係 但是呢 譬如說剛剛缺彈這條 我們上個月出發的報告 今年第一月的時候 海峽之神就是一個中國發明 他就說只顧美國導彈服務 服務百姓敵彈 那時候蠻厲害 或是中平社就會說 民党當局盡力買導彈 卻無法向台灣民眾 用敵彈就不去 然後去年三月 中國台灣網就說 民進黨會實現台語 像美國民眾開放來 武漢核實物 然後去年四月 總之就是我們是做到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共想說 我們就把他寄下來 然後一共他一直都幫我們跟大家講 就是 像這樣子的觀察 講監控就是 大家會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們也這樣 才剛從這個 獨裁政府的這個言論監控出來 沒有三十一件事實 那我們就是 這樣做 那 謝謝 那 補長還有沒有提做 有問題要提出來 我可以做一下補充嗎 不好意思 謝謝 我當然是先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讓我 就是又花一點時間 重頭回顧 排卵斷掉 那段期間 二月初到三月底 這段期間 一些重大政治人物的言情 那我再補充一個說 剛剛提到說 就是我 馬祖這邊的人 到底怎麼看 我剛才花了蠻長的時間在講說 就是 整體上馬祖的政治人物 沒有對中國有所 比較嚴厲的批評 回應 就除了理問之外吧 那我要多補充一下 我覺得我忘掉一件事情 2月19號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還懶斷掉的期間 然後那段期間 馬祖的縣長王忠銘 還有陳學生立委到中國訪問 那這個訪問應該是 在蠻早的時候就安排好了 他不是因為海欄斷掉的時候 特別過去 因為每次的訪問的期間 其實準備期都蠻長的 然後剛好他們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正是馬祖海底電腦斷掉的時候 那我以為他們會 在那時候對中國政府有所回應 或是有所呼籲說 請查明這個原因之類的 但結果不是 他們去中國政府那邊交流談什麼 談兩個點 一個是要跟福州之間建海底染線 他們的意思是說 既然台灣這邊 因為台灣政府 簽的海底染線會斷掉 那不如就直接從中國連吧 就是馬祖的縣長跟陳學生立委去中國福州說 那我們來簽海底染線 然後第二個是跟中國政府談的新市通 就是現在有小三通嘛 然後他們想要新市通 新市通就是要通水 通電 通氣 和通橋 就是蓋橋 大家可能比較知道是金夏大橋 那金夏大橋是金門跟廈門之間 那馬祖這邊他們有想要蓋大橋 就是縣長就一直想 就做這個呼籲 那整體回想起來 坦白說都蠻不可思議的啦 就是他對整體台灣社會人 他同說台灣人民來說 就是馬祖縣長跟立委 是這樣說蠻不可思議 那也謝謝主辦單位有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把這件事講出來 因為過去馬祖因為沒有媒體常駐這邊 所以很多的訊息會很難第一時間 在台灣的社會大眾媒體上有所出現 那現在講起來都覺得 坦白說是蠻誇張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剛剛有 他剛剛之前有提到說 到底抵抗醫師是什麼嗎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前一陣子的時候 AIT的去 有來馬祖訪問 有訪問縣長 還有知名的日本學者小力元 就是來日本 就是從日本來馬祖做訪問 然後他們都有去拜會縣長 馬祖的縣長 然後這個縣長布月兒童 在跟他們見面的時候都談說 想要跟中國簽新世童 我的意思是說 在國際學者上 你的抵抗意志是說 就是中國習近平在講新世童 然後馬祖的縣長也覺得 要趕快新世童沒有關係 所以他很容易就造成國際上的誤判 覺得馬祖人是不是都沒有這個抵抗意志 那我必須告訴大家說 馬祖人民我相信有抵抗意志 雖然我自己不是馬祖 我是新主人在馬祖工作 那我觀察到一些蠻多年輕人 有抵抗意志 也有抵我的意思 但是這裡的政治人物選出來的 立委跟縣長所表現出來的 就是沒有抵抗意志的樣子 我自己是蠻憂心的 然後我也覺得馬祖的蠻多的問題 蠻值得更多大家來關注 比如說如果有 如果有願有媒體記者來 或是說怎麼樣 重新再梳理 從斷網到就是修好這個網路階段期間 到底各界的反應是什麼 像我覺得如果重新整理出來就蠻有趣的 那也是因為藉由這個機會 我自己再重新看了一下這個過程 我也就是跟大家做一點簡單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好 好 那我等一下結束這位 什麼好意思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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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歡迎 歡迎 OK 沒有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 關於那個斷網期間 然後去中國拜會 我不確定中國那裡是怎樣 但只要是官方拜會的話 那個議程其實都是需要前期 請雙方會要討論的 然後外會的過程要討論的題目跟項目 以及最後雙方開完會之後追溯的聲明 然後要宣示這次見面完之後的什麼 complete outcome 然後這些其實都是事情都很好的 所以我不確定再一次見面完之後 雙方有沒有共同聲明 如果雙方只有共同聲明 那裡有什麼 還是說它是需要前期的討論 所以我們不用這個合理的回規 所以說 這是 這個到底是 是不是 有沒有帶有先好做好準備的見面 我覺得這蠻關鍵的 所以或許可以確定一下 不管是馬路人憲政策還是什麼 有沒有最後 publish這個雙方凤凰的聲明 然後 剛剛講了一個 啊 我想要問一個地方 喔 地方媒體別的事情 對 就是剛剛有寫那個馬路人憲的那個 地方的那個 那個故事 我為了要綁他 所以我就把他 就是在戰爭前一個月到 我綁他是戰爭拜年 就是網站上面所有的文章 就是都看完了 所以其實在戰爭前的一個月 那時候因為有大量的區號 都能幫他們安證 所以他那時候從 那時候他有去寫政治 原本是一個商店的名字 所以他 他在前一個月 他去對每一個 那如果 地方的視野 一個一個的避開說 你們做了什麼樣子 然後如果是進攻的話 你們會做什麼事情 等等 然後大家也問地方的視野 所以我覺得地方媒體 是真的真的蠻關鍵的 因為像真的進攻之後 他回頭去review 那時候有一個視野人 回應的這些東西 其實市長他做了三次的 一對一的訪問 去評論他 其實都很出奇 因為後來戰爭發生的時候 很多視野人 或是市長很多小事 然後 那時候 誰把什麼門打開 然後讓錢進來 這些事情 後來其實從那時候 我們還是都看得出來 所以 其實地方媒體可以做的事情 他也還真的蠻多的 所以 所以讓 echo一下 然後剛剛說 他也沒有自己的 那 我們剩三分鐘喔 那我現在大概是少聽到幾個 可以做的 的action 是第一個 一定是 我機械會去發展 所以 這個比較深入的訪問 那 報導 那第二個是 就是 地方媒體 我覺得確實很重要 在 現在這個 狀態以下 也許 台灣某些地方 可以開 需要有一些 我覺得 同一些 很多地方 那 要怎麼做 我覺得是接下來 可以討論的 那 最後我就請 三位長者 各一分鐘的時間 做一個小節目 再次 謝謝大家關 關注馬祖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馬祖的事 就 就確實 像 像我剛剛一些分享的 馬祖 馬祖過去一直被大家 所出現在社會大眾面前的方式 是 藍眼淚啊 那種 光光上的展現 然後像出國的感覺啊 等等 當然 但是來馬祖坐飛機 不用再護照啦 跟大家講一下 身份證明 那我剛才講說 馬祖一直用觀光旅遊的角色 在台灣社會上 大家被發現 當然 當然在民生產業上來馬祖 進行消費 對在地經濟上 有一些發展是好的 那關鍵上我覺得比較是 在兩岸的情勢下 政治上的關注 必須要獲得更多的關注 尤其是我們真的蠻需要 更多媒體記者 的關注啦 像這樣子 像 像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啦 不一定是跟政治有關 但是 上半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邊有發生 龍蝦跟鮑魚的大量走失 那這個上 報導者這邊也有關注啦 就是 那時候我有跟 李雪莉講啦 那時候 李易安有來寫 寫這個新聞 就是 因為馬祖跟中國很近嘛 常常有這些 不法大量的 龍蝦鮑魚在走 然後利潤是 數十億啦 數十億的台幣的利潤在走 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高 那 還有地方 比如說貨船不開啊 或者什麼一些地方 政治 政治上的 利益上的分配等等 其實一直 蠻需要大家關注 那我知道 要把馬祖的民生問題 馬上在大眾面前講 不已經講得清楚 那我覺得至少 在這種台海情勢下 多一點兩岸東西的論述 給在地馬祖的一些刺激 我覺得 我覺得是好的啦 我覺得是好的 嗯 有期待大家如果有機會來馬祖的話 可以多 可以多 除了 除了看一些美景之外 可以多思考一下 馬祖地方政治問題 我覺得是 是 是一件急需大家 就整體台灣社會 要更關注馬祖的一個點 嗯 嗯 謝謝 謝謝廷毛 那再來請世保 好啊 我覺得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 可以多講 就是我們會繼續做我們 紀錄觀察分析的工作 然後我們會持續的用 公開一些世保的分析 非常大的講 然後 因為剛剛廷毛這樣講 我們會把馬祖這個 關鍵字納入每個月的 關卡分析了 關鍵字裡面 因為我們 像你剛剛講的 我很好奇 我們好奇 中國 中央的官媒 還有他們全建 省的官媒 什麼想法 這個 也許是一個 重要的引擎 我們會 我們會持續努力 然後會 維持這個 比較靈性 比較科學的精神 自己做一下 自己公告這場面可以做 很光散 還有 還有 我們訓練 其實要做還蠻容易的 希望我們可以 奏進入落教 所以 初一期更馬祖 好 謝謝 謝謝 志豪 祝欣 好 好 好 不然直接 再有太多時間 然後 我知道下面 有很多專家 然後其實也期待 跟大家傳給我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那個 美國人的問題 是 台灣人會很抗的意思 但我覺得我自己是 不用不要的問題 但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想一下 我們現在做的選擇 是選什麼 就是 我覺得可能 尤其是在高中大學演唱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 活在民族社會裡面 那些習慣的東西 是 是 有 effort 才有 才有辦法持續下去的 這樣子 然後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選的時候 真實在選的東西是什麼 的話 其實就很難去討論 我們 要 為了什麼樣的選擇 付出什麼樣的搬家 我們願意付出什麼樣的搬家 來首先選擇 可是現在 最難的就是 你要知道 你在選的是什麼時候 叫做正確的資訊 對 所以每一個 混淆你在理解你的選擇 你的資訊 基本上 就是建議成了最後 所謂的抵抗體制 我覺得這樣子的邏輯的演技 大概是 可以直接建立起來 這已經毋憂制了 就是這樣子的問題 這樣 那我們需要集體大家 一起努力 才可以發現 這個正確的資訊 所以 如果大家看見台灣 有很多 活躍的公平社會 跟專案的話 他們 不只一個都不可少 他們還不能只有一個 就是 我們需要很多個 因為裡面 在座的思想 應該很多 所以 進多元的 就是每個人 做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英雄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有 就是 守住自己活著的 權利的那個機會 這樣就好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 三位講者 還有來參加的大家 這件事很困難的意義 那未來的 六個人 可以遇見的 會有大量的資訊 跑來 這個公駕回來 希望大家都能夠 一起重播下來 那 後續有很多可以做 還有可以一起 需要集體思考的事情 那也歡迎大家 加入這個 聚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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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或者是追蹤聚力的 職業 那 我們每兩個月 都會每次大師 大家可以來參加 然後去各自的討論 實際上去做一些事情 來造成一些難典 那就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